我們直接看第303好了 這個也是跟Pandas有點關係 首先的話也是有點像什麼 直接拿Pandas DataFrame來做Excel的事情 當然你在Excel裡面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相當相當簡單的 但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不是要你在Excel裡面做 而是希望你能夠在Python裡面幫我完成這件事 所以大家有哪一些 第一個它這邊總共會有幾個column呢 總共會有四個column 分別就是西瓜的價錢 西瓜的量 香瓜跟香瓜的量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就是兩種水果 然後總共的話會有幾個index 總共三重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區域 也就是果菜市場 然後每個果菜市場的量不一樣 然後價錢當然也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賣的越多 相對你的價格可以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底西瓜的價錢哪裡最便宜 OK 當然我們以前如果要做的話 你可能就怎麼樣 直接在Excel裡面做 直接排去就可以 可是它這邊的話不是要你做 那底下它希望你做什麼 第一個它希望什麼 建立一個資料 這個data frame 然後這邊有所謂的index跟column 並且完成底下的事情 總共的話有四件事情它要求 第一件事 輸出什麼呢 拍賣行情的價格表 也就是資料給你了 你就輸出成一個data frame 然後並且把它print在畫面上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以西瓜的價錢 遞減排序 所以特別說遞減排序之後 再輸出只有西瓜的價錢 所以西瓜價錢 DF中瓜阿虎有沒有 那就是什麼西瓜價就好 這樣的話只有西瓜了 那地減排序剛好 Ascending等於零就好 OK 也像by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剛剛有講過類似的 然後計算一下什麼呢 計算一下台北市場的 台北市場一的那個什麼 西瓜香瓜的行情並數 所以輸出這一個 然後呢 再來最後的話 把三重市改成三重區 改 剛剛不是用過LOC嗎 哪一個資料 變更 然後呢 香瓜價改成羊 香瓜 多一個羊 然後呢 香瓜量改成羊 香瓜量 並且重新輸出 所以做法的話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 因為 這個時間不太多了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部分 首先的話呢 這個程式裡面呢 包括哪些 第一個一樣 要Import Pandas 然後把一個什麼呢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個 二維串列 就直接放在這邊了 當然我建議回去有時間 請各位自行在 把它怎麼樣 把它寫出去之後 再讀回來 就是剛剛練習那部分 也許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index 它裡面的index 就這些 總共有十個 然後呢 再來就是colons 總共有四個 那有這三個東西之後的話呢 一樣呢 就產生一個什麼 data frame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data frame 大概就先產生上面三個東西 在底下利用這個pandas裡面的一個data frame的方法 然後把這三個放進來 產生一個data frame物件 對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了 不過我剛好試一下 把它先輸出 因為你可以先輸出到那個什麼 輸出到我們的那個 這個 這個 CSV裡面 你可以看會比較方便 首先第一個 它要我們做的是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來 那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 第二個 它這底下要把它怎麼樣 做遞減排序 而且只輸出什麼 只輸出那個香 這個西瓜的部分 所以要怎麼遞減排 剛剛有做過 所以我就直接來看 一樣用什麼 source value 所以你會看 這考來考去 大家用常用的功能 by 西瓜架 那ascending的話等於false 不過我習慣把它改成0 那你也可以改一下 改成1的話就遞增 改成0的話就遞減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只輸出西瓜架 所以特別就是 它查完之後的結果 它會丟到一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是重新排序之後 再丟到前面這個 也就是說 你又產生一個新的 data frame物件 然後我只取 其中的西瓜架 所以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只有西瓜 而且要什麼 要是地減排序 OK 那你會發 對地減 那當然你顛倒的話 如果地增的話 我剛剛講過 這邊輸入1好了 我們其實比較關心哪邊最便宜 對不對 所以1 哪一個最 板橋最便宜 OK 哪裡最貴呢 台東最貴 不可以啊 對啊 產地法貴 所以有的人習慣去產地觀光區 然後買回來 買回來發現 奇怪怎麼買的比較貴 因為都賣觀光客 因為觀光客一定要賣比較貴 OK 所以有時候像我們出去像那個山上面買一些野菜 奇怪為什麼好像比較貴 所以其實不見得產地會比較便宜 這可能需要 那道理很簡單 因為有些大批發的直接就載到大都市 直接在大都市做批發 對不對 那當然相對 反正它一路就直接就載 那留下來在產地的其實都很少了 因為而且再來產量 當地的這個量也很少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們剛剛這個地方 假設是把那個 這個直接全部 如果不是西瓜量 西瓜架的話 你會發現量來看的話 那 產地法沒什麼量 對你看只有600 600應該是600噸還是600公斤吧 600噸才對 有沒有600噸太多了 反正相對的它的量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沒有那麼多 相對的它價錢一定就貴 OK 這個可能要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說 要計算什麼呢 計算台北一的市場行情 可能台北好幾個市場 因為太多了 然後就把台北一的行情給輸出 列出來 所以列出來的話 特別是只列台北一 剛剛也用過LOC有沒有 LOC除了可以變更裡面的資料之外 也可以把你要的那一筆Raker 全部調用出來 所以台北一把它調用出來 然後它的道理有點像什麼 把台北一 這個裡面所有東西 本來是橫向的有沒有 那LOC就是可以把它做成縱向的 所以底下的話 變台北一的結果有沒有 然後就是先西瓜 架量 香瓜架跟量 OK 就幫我把它直接列出來了 它列出來可以列成橫的 如果你要列成橫的你要自己寫 用FORMAS自己寫 有沒有你就抓裡面的東西 然後自己用FORMAS的橫向寫 但是它預設的就是縱向 OK 這是它預設功能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縱向 可以 但是自己要把它玩 這邊的話 再來就是說 最後的話要更改裡面的資料 所以怎麼樣把三重式 改成三重區有沒有 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先找到它的三重區的 index 這個index0指的是 它在index0指的是前面那個 第一欄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位置 丟到這邊去找一下 然後做跟這樣 就是把這個欄更新它的位置 所以這個寫法跟剛剛不太一樣 你也如果假設你不太習慣這種寫法的話 你也可以改成剛剛的方法 哪一列 先哪一列 在哪一欄的位置 把它丟一個三重區進去 也是可以的 OK 那這種寫法說 我要丟的位置 是在這個 這個什麼 第一欄 指的是什麼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第一欄的位置 index是指的是這個 這個 對啊 所以應該是第一列 這個指的叫做 重的叫藍 重向叫藍 橫向叫列 不是我是說你現在有三重區 所以應該是三重區的橫的那一個第一列 對我沒有誤會 你指的是這個 指的是這個方向 它是在 它是在這邊的算第一列 可是重向 這邊指的就是說這一個 這個指的應該是 整個 對對對 不是 它指的是這個 index 的 這個索引值 有沒有 其實指的就上面那個 對 一開始建的 對 index 裡面的這一個 這個位置 也就是我重新把這個資料 本來是在三重四 把它蓋過去 本來三重四 蓋過去之後的話 變成什麼 三重區 然後再把這個 index 重新再賦予給它就對了 OK 有沒有 它本來這邊上面不是有一個 index 它裡面是三重四 所以它已經放進去一個 那我這個地方其實是什麼 放一個三重區進來 那蓋過去是蓋哪一個 剛好蓋index的這個 所以意思說我修改它了 然後再把這個 index 的所有的值 再把它丟回來給它 OK 意思是更新 所以這個方法又是方法二 所以剛剛有一個方法 用loc 因為它還是改 value 因為這個是直接改那個 對 是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一個 這個是直接改上面的 list 然後再丟回去給 剛剛那個直接是改 data frame OK 兩者可能要 應該沒問題吧 底下的話一樣 column 所以這兩個就是把 一樣的方法 column 2指的是012 指的是哪一個 012 這個跟這個變更 變更完之後 再重新把這個column 再位給這個 data frame 把它蓋過去 OK 最後的話print出來 那就會是修改過的結果 只是說這種修改的方式 又跟剛剛的修改 用loc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但兩個方法其實都OK 可是感覺好像用loc比較簡單 loc直接先給列 再給藍 再給值 就直接蓋過去了 OK 兩者的話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303 主要這些範例 還有305 今天本來講的主要都是針對什麼 Pandas裡面 使用data frame的方法 所以以後如果你希望在 python裡面能夠有 可以得到類似excel的這些 使用的方法的話 其實最直接的 就是用data frame 可能會是最簡單的方案 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是說 像我的習慣 不然的話就是 先在python裡面做好東西 輸出 直接用toexcel 直接就輸出到excel 再用excel去做 有點像什麼 兩者之間做 做什麼 就是接力 我現在前面做完了 這是python的專長 可能爬重 我爬完了 爬到了 那excel可能爬重 沒那麼強 那我把資料爬到了 那下面我要做那些 統計分析排序 變更資料 這不好像excel比較強 那我剛才找 toexcel 好 換你了 那就換excel去做 excel的話 你除了用excel的函數 你甚至可以用VBA 有沒有 所以兩邊可以互相的 怎麼樣 結長補短 互相可以 兩個交替使用 這絕對不會有問題 而且這種方法相對比較聰明 甚至如果toexcel的話 你也可以為一個POW BI 其實你們也有學POW BI OK 你們應該 有學到那個dashboard 對不對 沒學好 Hboard 沒有學好 Hboard 有 可是其他沒有 OK POW BI 很強 而且現在很夯這個東西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們將來 想要秀一點東西的話 甚至可以把data 位給POW BI 做出它後面最強大 就是視覺化的那些結果 有沒有 這部分我覺得 也就是說工具 不是一個從頭用到尾 最好是什麼 第一步交python 第二步交excel 第三步也許 再交給POW BI 這樣的話 也許你可以拿這個demo 我覺得效果應該是還蠻好 而且 POW BI 將來還可以秀在 手機APP上面 有沒有 你可以publish到網頁上面 你手機上面 也可以看到結果 這樣的話 其實還蠻好 蠻好用的